其實就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我們做的事情 我們基本上都是在做Edit Poly 我們一個個開始來做 比如說我會從 看你是要從這邊往這邊做過去 還是從這邊往這邊做過去 我們石頭都在後面這個地方 那前面這邊 當然這邊也是可以再去補充調整一下 不過大底座的這個東西 我最後再來調整好了 好 我先從這邊開始來做 我就直接加一個Edit Poly 我就選最前面這個石頭 你要看的話你可以F53看一下 線框大概是這個位置 就這個 那我們就去加Edit Poly之後 你可以用點線面去調整它 比如說我現在這個地方 看起來這個點 它應該相對的下來一點 這樣子 或者這個點應該下來一點 你可以用你的方塊 既有的頂點去調整 讓它看起來比較扭曲 不要那麼正常 不要那麼正常 那看起來比較好一點點 那如果你像 這邊調整一下 這個大概 看你知道往這邊跳 還是往這邊跳都可以 讓它看起來第一個不要那麼正常 然後第二個是 如果你讓它看起來像石頭 有一個比較懶的方法 就是 上次我們講的Chamfer 如果用的是Box的話 那你就直接把H整個選舉起來 所有的邊線選舉起來 直接給它一個Chamfer 是最快的 選後面小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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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方塊這個地方 可以直接設定你的Chamfer 要做多大 可以稍微做一點 但不用做很大這樣子 很大就變成另外一種石頭 比較卡通式的石頭 好 那 沒有問題的話 確定 這樣子 好 就算做好的石頭 再回到頂點底下去 你還是可以再拿這些頂點 再去提供另外做其他的 變形的效果 好 讓它看起來跟 就是 規則 這樣子 好 因為我們主要是要 以我們視窗的方向看為基準 所以這邊看好 基本上其他的部分 我們先不管它 當然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再去 別的 如果我今天問一下 我如果今天要調別的視窗 我要不要轉這個畫面 我建議不要 因為你轉完 你還要再回到這個視窗來 你會比較不好轉 所以這個視窗基本上去固定 然後你就用別的視窗 用別的視窗來檢查 所以為什麼我叫你用別的視窗 把它設定成Perspective Autographic 這樣子 然後把它顯成彩線 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這個東西我視窗是不動 但是我到別的視窗去 我就去動這個視窗 這樣子我工作的時候 比較不會干擾到我原本的這個設定 這樣子 OK 這樣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 好 做壞了 丟掉 重來就好了 所以這個是比較簡單 然後我們就是來F3看一下 這一顆是我們現在的石頭 我們用Edding的Poly把它加上去 加上去 來 這顆石頭它看起來是有一點關進去 有一點斜進去的一個效果 太細的細節 因為我們的Poly沒有那麼多 所以你要刻太細 其實效果沒有補線都比較好 所以自己要斟做一下 假設我這個地方 我希望它這邊有個折進去的效果 來 折不折進去 選擇Poly 比如說我選H 點或線其實都可以方便你編輯調整 點線面都可以多多利用 選線 然後把這個線選一下 抓著Y走推進去 這樣是不是就最基本的寫進去 這邊的面好像可以往外推一點 所以我就選這邊的面 往外移動過去 這樣子 好 不用做到非常準 但是你那個形狀不差太多的話 那個風格比較準一點 好 大概是這樣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的石頭 它跟這邊的石頭 它跟這邊的石頭好像有點互相擋到的效果 那你可能就要花點時間去調整一下 比如說 再高一點點好了 再高一點點 讓它有個斷差 然後這邊我把它往外推一點點 這樣子 好 斷差 好 那這邊的效果 再往裡面推一點 好 好 那這個只是一個基本的方塊而已 看起來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 我們要它有一點弧度的話 來 我選擇H 選擇邊線 好 選擇邊線 然後按一下Ring 什麼是Ring還記得嗎 Ring是幹嘛的 來 我先顆粒先試一下 好 我選一條線 我如果按Ring 它會幫我把相鄰的其他線 都選舉起來 這樣子 那我按一下Connect連接 連接一下 連接一下 這樣的話中間就多一條線 對吧 多一條線的話 我可以做什麼 我可以把這邊的線再多推出來一點 讓它有一點弧度的效果 這樣子 OK 好 這邊外面好像可以再推進來一點 所以我就選 這邊的Polygon 推進去一點 這樣子 好 就像這樣子慢慢的一個一個調過去 好 我們先解除一下 看一下效果 OK 大概是這樣子 F4顯示一下 看看這個效果 是不是你要的 好 那 如果暫時可以的話 就繼續往下一個下去 這樣子 好 一樣 EditPoly 好 我這邊一開始先用比較簡單的先做 那 現在我們看一下這個C方式 它前面這兩個有小的方塊 再如果你看到我當初 我當初做的是一個很大的方塊 但是我如果要做兩個小方塊的話 你要考慮的問題是 我要直接從這個模型上面去切出兩個小方塊推出來 還是我就直接用兩個小方塊 對在整個地方 如果形狀比較複雜一點 像這種 後面這種的 我可能就直接用切的把它長出來 那如果像這種 單純很明顯的這兩個 只是普通的方塊而已 單獨做兩個 再插在這邊比較省事一點 像這兩塊 這三塊台階 其實你也是直接做三塊 直接放在這邊比較省事一點 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跟你的練習 跟你的判斷有點關係 那我覺得 這邊我就選這個面 往外推一點 就要這邊來 跟這邊切齊 這邊我是不是需要推呢 還可以 好 那後面這邊 後面這邊 我從這邊選選不到 好 你可以點兩下吧 應該是可以點得到 好 那如果點不到的話 你從3D視窗這邊去選 也可以選得到 好 所以為什麼要換視窗 就是這個原因 好 這樣調整一下 好 我這邊它有一點推出來的 來 再調整一下 好了 選取 這個 好 欸 問一下 大家知不知道怎麼放大畫縮小畫面 知道嗎 熱鍵 ALT 加W Auto 加W 有 哪個ALT都可以 我都習慣用左邊 好 Max 它基本上都建議你把你的左手就放在鍵盤方便 這樣子 這樣工作方便 Auto加W 這樣子放大縮小方便 好 那我就直接選擇H 從這個地方 好 Ring選一下 Connect 連接 順便提一下 有一個小功能 對各位來講可能相對方便 是這樣子的 你可以不用這樣子選Ring這樣做 在你的Edit這個地方 編輯這個地方 有一個叫做SWIFTLOOP這個功能 只要你有EditPoly就能用 Edit SWIFTLOOP這個地方 你會看到這邊它會直接可以幫你這樣點一下加線 看到嗎 好 點一下就可以加線 這樣子 這樣看什麼意思 好 我就在這邊先加個三條線 好 加個三條線之後 我就直接把外面這邊的面 選面 把外面這兩個面選舉出來 Ctrl加選 好 然後就直接把它從這邊推出去 這樣子 就直接移動 我只是移動出去 你要做一處其實也可以啦 好 那是你要我這邊直接只是移動出去而已 這樣子 好 這還蠻簡單的 好 這樣看得懂意思嗎 好 可以 那 自己實驗一下看看 再講一次 就是你可以選擇你的模型加上EditPoly 然後如果我今天需要在哪邊加段落的話 我可以直接用Edit這個地方直接 SWIFTLOOP這個地方 直接就在這邊 好 比如說我要在這邊切一下 在這邊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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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好 右鍵結束 這樣子可以快速的切割 然後你再進入它的點或線或面 裡面去調整你要的位置 這樣子 可以嗎 我建議盡量不要只調上面 因為你只調上面的話 這邊調下面這邊沒有調 會變成斜斜的 到時候你整個調會扭來扭去 不太好看 我會建議你如果要調整前後的話 盡量是上下一起調 那因為你調這邊不好選 我就會建議你從3D的視窗上面去選 好 選到你要的面 好 然後我再去前後調 這樣相對的比較好調 這樣子 我試一下看看 好不好 先試一下看看 畫面先切換給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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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